嗨,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又來交一台車子了 這台車子呢,最近真的很夯 話不多說,就是我身後的這一台KUGA 這台車的版本呢,是KUGA裡面等級最高的250 ST-LINE 是什麼樣的一個外觀呢? 前、中、後都有空力套件 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我記得之前有人跟我說過 因為我很常在講,這台KUGA 其實長得有點像是寶時捷的凱燕 被蠻多人不認同的,但是我沒有講完 可能這個白很像凱時捷的寶燕的白啊 對不對?每個人認知不太一樣 但是沒關係,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介紹這一台KUGA 這個ST-LINE X的版本 排價呢,現在是121.9萬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KUGA 它搭配的是多大的輪圈呢? 來看一下,哇 馬牌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LINKING 19寸雙色的鋁圈 這真的很像是外面改的 改的可能都還沒有那麼好看 原廠這一組 這一組感覺不管上在什麼車都好看 好,來看一下 ST-LINE標準的名牌就在這邊啦 好,那已經剛剛講到的 因為這台車有環景嘛 所以它的鏡頭在 後照鏡的這個位置上 那盲點警示是有的 這個位置 然後它的鏡頭在下方 這邊 以及這台車啊 它是做一個2-tone 車身白色 頂棚是有天窗的黑色 黑車頂 好,接下來呢 就是會買到休語車 我們一定喜歡它的 室內的可用空間嘛 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它是市區的4WD 以及KUGA 這台車的名牌 現在滿多的車廠在這個 形式上面都做的像這樣子 有點像VOVO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見解啦 這台車的排氣款 這是原廠的 也不是四方形 也不是圓形 雙粗 然後它的後鏡頭呢 其實滿大顆的 在中間的這個位置 滿大顆的 但是它是原廠的 所以我相信它的感應度啊 視野一定非常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行李箱 表現如何呢 開了開了開了 喔 這塊布連我們還沒有拆掉喔 但是打開來其實 很夠用耶 新車就是不一樣 後面還有一個12V的充電孔 然後因為這台車還沒有解封印 所以它的這個桿子都還在 其實這滿簡單的 不提上啦 因為驗車你一定會 會需要用到它 但這個其實 拆一下就好了 我相信拆完之後 後座的這個 坐姿可以有更好的乘坐空間 好,電動 它還有這個電動尾門喔 大家看得到 用腳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關起來 旅行車當然很多就是要居家的表現嘛 還有我們會叫家人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表現如何呢 看一下它後面的這個乘坐 好 它的椅子呢,這邊是皮的 這邊是布枝的 幾皮的 對不起講錯 幾皮的 連中間的座椅也是 那因為真的還沒有解封印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很直角的L型 所以如果在後座的話 確實會比較 沒那麼舒服 來看一下 哇,庫格的空間就夠 現在真的是比較挺喔 那還是期待這支 可能會拿掉的狀態 後座呢 有兩個冷氣出風口 兩個冷氣出風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充電USB 庫格呢 就不用多說了 整個空間的表現 旅行車嘛 這麼多的距離 空間 其實乘坐起來 後面的軟硬我覺得有點偏硬 但還是舒服的 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前座的表現 哇 哇,你看它的車縫線 很有質感耶 它這邊有點雷卡蹦的感覺 貼紙都還沒濕喔 開關鎖在這邊 整個控制車門窗 位置在這邊 然後這台車 有電動座椅 有前後 上下 還有腰靠的部分 哇,帶大家來看一下 車門 大燈 這座椅真舒服 直接上車不多說 好,上了這台庫格 我們現在就發動給大家看一下 有小一點小 一點點小聲的這個椅 發動 還蠻有感覺的 先帶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 整個的 配備啊 儀表板裡面 有什麼樣的內容 而且這台是數位的儀表板耶 天啊 這一台 方向盤其實 我覺得算是磨合度蠻高的 不會Rew Chew 什麼叫Rew Chew 就是不會滑手 個人覺得在操控是蠻有 激烈操作感的喔 看這批的質感 然後看一下它的儀表板的部分 全部都是數位的 這台車呢 原廠就有它的 Apple Cup Grade 跟Angel Auto 以及它的環境呢 其實只要點在這個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環境系統 很直效很快耶 我蠻喜歡福特的 它這個影音系統的 確實很聰明 中間其實蠻簡單的 那我常很看到 我的同事在開Focus 這邊都會去夾一些名片啊 說的是加油卡等等的 好 這邊 有兩個Type-C跟USB的孔 還有一個12V的充電 以及這一個 方向盤 不是這個打檔桿 這個的好處 我有看過車評在介紹 如果假設我今天 Maybe可能是在空檔的時候 打著 但是我已經人已經直接下車了 它會自己調回去P檔喔 這一點我覺得真的是很聰明 然後M Sport的模式在這邊 電子手煞車 然後兩個的 支杯架 好 接下來介紹 方向盤 就是這一台車最主要很大的誘因 很多的自動跟車啊 定速啊 全部都在這個位置 以及聲控 那我相信它的這邊有一個主機 上面這邊 好 這台車為什麼我做的這麼簡單呢 是因為網路上有很多的車評 已經對這台車 講得非常在戲了 那我講一講 這台車的車主 它是從哪裡來呢 謝謝我們三人哥 小欣欣獎 也就是我們的粉絲 今天車主呢 透過小欣欣獎的粉絲團裡面 來找到我 我跟我說它要辦租賃 那其實很快 一般來講 我們租賃的租賃流程 最起碼要超過七天 可是這台車我不到七天 中秋節過後 兩個工作天 然後再加上 再可一個禮拜 今天禮拜三 我就把車子整個整個整備好交車給它 講講這台車的故事 這個月呢 我交了兩台庫嘎 一台就是這台的版本 121.9 250 2000cc ST Lite X的這個版本 然後另外一台呢 是180的版本 這兩台 客人都蠻多的選擇 但是最終下一台選180的那位客人呢 主要是因為稅金的關係 所以他選擇了另外那台的版本 那這台就是直接攻頂 那也不用多說什麼配備都有 對還有台頭顯示器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 有在閃的這邊 好 差點忘記它的存在 然後這台車的車主呢 今天真的很謝謝他 廖大哥他從台中遠上到台北來簽車 原本我們打算的是要把車子 用拖車的方式拖到台中去交車給客人 因為畢竟行駛在路上 我希望確保這台車的安全性 以及他的里程不要增加那麼多 原本我是這樣打算的 那因為 所以 吊大哥很期待要趕快拿到車 所以我們當然是盡力而為 讓他趕快去拿到車 不到一個禮拜的工作簽 就交車給他 那當然也很謝謝這個福特的朋友幫忙 讓我可以快速交車給他 這台車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車主呢 看了小七哥的影片 指明要在民權東路的序罐 去貼整車的JEC的隔熱值 哇 整個隔熱係數從10 10 20 30 40 全部都已經用上去了耶 這台車幾乎 每一塊的隔熱的 看起來的透光率都不一樣喔 所以 有想體驗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看看 那整車呢 整車我只有貼隔熱值的部分 因為其實客人也蠻厲害 他很懂電腦 而且也懂車子 所以 行車記錄器這些東西 客戶都會自己處理 但是有一個東西我覺得很厲害 他今天剛好沒有帶上來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像現在很多啊 我應該可以把口罩拿掉 像現在很多是不是都 我們都很喜歡要 Apple CarPlay跟Andro Auto 那當然就是說 我還要再插上線 連上手機會比較麻煩 所以客人自己在網路上 買了一台大概有一點 這麼大小吧 我只要連上我的 Apple CarPlay 我等於就是直接變Android系統耶 我就有一個小平板可以用 而且是原廠主機只要有 你只要插上去 GPS定位功能都有 SIM卡裡面也都有 你不用再連上自己的手機 這有多方便的一件事 我自己在用Apple CarPlay 很長的一件困擾是 無線的連不穩 有線的就覺得多一條線 真的很麻煩 但是客人這一台 我確實 我想試試看 之後如果 有 簡單來說 它就像是一個 車機的電視盒 如果說有些朋友啊 如果有用過 歡迎在底下的這個留言 告訴我們說 這台車這台的電視盒 到底好不好用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其實我們等客人裝完之後 再問他效果如何 那 我會反饋給大家 因為接下來 我自己的下一台車 或是我客人如何需要 我覺得送這個給客人 CP值滿高的 因為 畢竟導航裡面都有 導航也有 然後 Google Map也都有 它確實是滿方便的 而且 現在其實很多的主機 都已經有 Apple CarPlay這個功能 那這台車就無庸置疑的 不用介紹 太多 這台車就無庸置疑的 好車一部 推薦給大家 因為如果有 在買Focus KUGA的車主 其實 我相信已經做了很多功課在比較 另外的那台180呢 也是 原本是在 KUGA跟CRV 兩台去做選擇 那兩個選擇之後呢 它覺得 動力上 跟吸速 以及 空間當然沒有贏啊 可是整個操控質感 讓另外一個客戶 選擇了KUGA這台車 一樣 我們下個月會教 那通常我就會發覺 在選擇KUGA的車主上面 在車型選完之後 它只有整個集聚的選擇 最常選的就是 180 跟250 ST-Line 這兩個的版本 去做選擇 那我覺得 兩個的操控 我個人都開過 在三人科另外一級的試乘裡面 我都有去試開過這台車 我建議啊 其實可以 去猜猜看它的動力 兩台車給我的反饋感 都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 頂規款這一台 因為 比較有力 而且 成果很多 安全信心度也提高很多 這當然看個人不一樣啦 那 Eddie今天呢 再 還有一個 真的要小小提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的隔音真的很好 因為 我看過怡辰的介紹的影片 整個 它的那個膠條 是把它用得是蠻逆風的 確實進來 在我看完影片之後 人 整個在進來這台車的時候 哇 它肯定效果真的蠻好的 這個 請各位去實際上體驗一下 那 今天Eddie簡單幫大家介紹這台庫嘎 呃 如果有相關的注定的問題 或者是庫嘎的問題呢 也歡迎來跟我聯絡 嗯 我的LINE會請 上安哥幫我PO在下面這邊 那 也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服務 全台北中南的朋友 希望可以跟大家認識 那 有任何問題 注定問題 中古車 都歡迎來找我 這一期就謝謝大家囉 掰掰